高血脂,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高脂血症,高血脂是为害中老年人健康的重大疾病,这种病的病症十分隐秘,所以被称为隐形杀手。 这不完全统计,我国每年大约都有260万人,会死于各种各样的心血管疾病,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血管疾病夺去宝贵的生命。 所以在早期发现高血脂症是特别重要的,高血脂症起要及时的控制住病情,不让其导致病发症,那么对人体的危害就不会特别大。 出现这几个症状,就可能是高血脂了1,黄色瘤。 如果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,得也减上,出现了黄色或者是橘色斑换,不痛不痒,这很有可能就是黄色瘤。 这种黄色瘤大约是针头或者是黄豆大小,边缘略高于皮肤表面,质得比较柔软,一旦黄色瘤出现,那么就说明血脂非常高了。 2.黑斑 如果中老年人手上或者是脸上长了黑疤,一定要去检查一下,是否已经患上了高脂血症,这种情况是高血脂症的常见征兆。 3.头昏脑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觉到头昏脑胀,也要引起高度的注意,因为血脂比较高的人,经常会出现头昏脑胀的情况,特别是那些早晨起来,觉得头昏昏沉沉的早上。 吃完早餐之后就会感觉好许多,然后中午必须要睡午觉,晚上特别清醒的人要注意是不是血脂够高。 高血脂患者饮食要注意什么? 1.血脂比较高的中老年人,在生活中要注意吃高蛋白质,低脂肪的东西,低脂的优质蛋白质食物,比如说蛋类以及乳制品,还有豆制品等食物。 乳制品等食物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之外,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可以供人体日常所需,而且还是天然的钙质来源。 不过是要注意的是,高质血脂患者要选购那些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,而血脂比较高的中老年人要多吃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物。 因为膳食纤维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体血清中的甘油三质以及胆固醇,还有低密度质蛋白的水平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,还可以帮助调节高血脂症患者的饮食。 三,血脂高的人,平时在日常生活中,要多吃杂粮,以及新鲜的瓜果蔬菜,除了这些之外,还应该多吃蔬菜中的木耳,以及蘑菇等这类食物,这些食物有着很好的降血脂的效果。 四,血脂高的人还应该少吃动物性油脂,多吃植物油,因为食用油摄入单一会导致脂肪酸缺乏,还会导致各种慢性病等的患病率增加。 所以一定要考虑吃一些富含A亚麻酸,可软化血管的油,这些油具有很好的保护血管内皮细胞,以及减少质制成绩,以及还可以清除血管里面的垃圾,降低低密度质蛋白的含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